其他地方或者在野外 很干净的地方 你把它烧了之后将这个灰埋在地下 恭敬 但是在现在一般都市 你随便烧东西是犯法的 你在这里烧 人家就打电话告诉警察 马上警察就找麻烦 所以当地如果有寺院 寺院里有火化炉 火化炉他们在没有用的时候 不要跟他们混合在一起上 他们没有在火化炉 我们可以把这些破旧的佛像金书在那里火化 如果是这个现状书就不可以 现状书大概总有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 这是我们佛教的文物 破旧怎么样呢 修补 那现状的金书破旧了 我们拿去表背 就跟表字画一样 下面拖一张名纸 拖一张名纸 整部书测开了表背 然后再把它装定起来 表一次 大概可以再使用五百年 这个是历史文物 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 那个不能够活化 现在普通一般印刷的 这个没关系 这个印的太多 它不是一个艺术品 佛像也是如此 如果是印的 用旧了可以活化 如果是画的 那就不可以 画的用旧了表背 那是佛教的艺术 这些东西我们要懂得 这个一般自指 画虽然是这样讲 可是注意必须要想的 自指最好不要包吃的东西 为什么呢 又多 这个油呢 又多 包一般的时候 不识吃的东西可以 吃的东西不能包 好